现在报告听证会应行注意事项 1. 出席者需经主持人同意使得发言 2. 禁止吸烟饮食并应将行动电话关闭或禁音 3. 对于发言者之意见应避免鼓掌或鼓噪 4. 他人发言时不得加以干扰或提出质疑 5. 发言时应针对议题不得为人声攻击 6. 未免研制听证程序进行 不得就主持人以处置或以明白告知为同一问题者 再为重复发言 7. 未经主持人许可不得于听证进行中进行录音、录影或照相 经许可录音、录影或照相者应于媒体专区为之 8. 有违反前项各款之情事者 主持人得命其退场或为其他必要之处置 9. 每位发言请依所分配时间 在结束前30秒会按铃一声提醒 发言时间结束时会按铃两声 应急停止发言 发言时请靠近麦克风以立收音 听证会开始 请主持人介绍初期听证人员并说明暗游 发言顺序、时间等事项 提案人与会的学者专家 各机关代表及在场的女士先生 大家好 我是今天听证的主席 我是蔡嘉宏 提案人江启成先生在109年9月23日所提 你是否同意公民投票案公告成立后一个月起至六个月内 若该期间内有全国性选举时公民投票应与该选举同志举行全国性公民投票案提经本会委员会议审议 多数委员认为本案应该依公投法第十条第四项规定举行听证会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参加今天的听证会 今天听证会的议题主要有五点 也就是依本案是否为公投法第二条第二项所称宪法规定下之适格公投 二本案是否属于公投法之第二条第二项第二款规定之立法原则之创制 三本案是否提案内容不能了解其提案争议 四本案是否一样一事项 五其他事项 为此听证程序顺畅进行 请发言者及在场人员能够配合遵守刚刚事已所宣布的注意事项 另外有关听证会的时间配当 提案人至领先人或其委任代理人 陈述意见为十五分钟 学者专家及机关代表陈述意见共为三十分钟 发言顺序依序为学者专家机关代表各发言者的时间分配为五分钟 出席者发问及答复时间为三十分钟 我们欢迎今天参与本次听证会的学者专家 在我左手边第一位是东欧大学法律系的陈清秀教授 第二位是立法院的李贵敏立法委员 第三位是中研院法律学研究所的苏彦浦副研究员 第四位是国立政治大学法学院刘宗德教授 那么政府机关出席者则有内政部代表以及中选会的代表 不晓得刚刚所宣布的暗游以及进行程序 所以各位与会者有什么意见或是不清楚的地方 好那么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现在就请 提案领先人或其委任带领人陈述意见 时间为十五分钟 那么这边都有计时哦 好那请 好谢谢主席还有本次会议所有的与会者 我这边先以这个提案领先人的部分 先做三分钟四分钟的引言 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这个代理人跟辅佐人来接续 首先我要讲的是公投是人民的权利 不是政客操弄的工具哦 那各位是否记得民国九十一年的时候 号称蔡公投的蔡同仁委员 他率先提出制定公民投票法 并且要求公投应该绑大选 是否还记得民进党的前主席林毅雄先生 民国九十八年为了推动公投法修法 发起了我们的国家我们做主的环岛千里苦行的运动 过去民进党在野的时候说公投是鸟龙公投 要求补证公投法 多位的民进党立委提案修法降低联署的门槛 还有通过的门槛 同时废除公投审议委员会 公投与大选合并举行等等诉求 也强调公投是国民主权的直接行使 是人民主权的直接展现 应该要给予最大的保障 最多的便利 来达到公民参与的目的 但是执政的民进党在107年公投挫败之后 以完全执政的优势 无视各界的反应 在国会多数强行修正公投法 将公投应该合并大选举办 修改成为每两年举办一次 并且将公投的投票时间 限制在8月的第4个星期六 企图以降低公投投票率的方式 让公投难以通过 让人民的意志无法实现 让公投沦为虚设 形同没收公投 没收人民意志直接表达的权利 也让鸟龙公投因此升级到铁龙公投 完全是着势金飞 为了政治忘了价值 毫无面对民意的诚意跟勇气 当然这个也让人民看破手脚 公投绑大选一直是民进党的重要主张 民进党过去多次提出公投案 为此公投通过 必须一定要要求绑大选 包括当时的总统府副秘书长吴钊燮 总统府县改办公室主任 宇靖毅 民进党秘书长林嘉隆 行政院长苏贞昌 民进党党主席游锡坤等等 分别办在不同的时间场合 公开主张公投应该绑大选 认为这个是民主的常态 也是多数民主国家的做法 而且可以节省经费 102年的时候 当时的民进党党主席苏贞昌 也用同样的理由支持公投绑大选 106年民进党完全执政后 当时的立委陈其迈 更嘲讽国民党 视公投绑大选为毒蛇猛兽 全世界公投几乎都跟大选一起来举办 这些都是当时这些人的主张 106年12月12日 公投法修正三读通过 蔡英文总统说 打破鸟笼 还权于民 这是人民做主的历史时刻 现在却只因一次公投的挫败 就修法来没收公投 让人民做主 实际上只有一年半的历史 应该讲只有一次的机会 这就是民进党的民主价值 这就是蔡英文总统说的沟通 沟通再沟通吗 前副总统吕秀莲更痛批 民进党是头痛 用衣脚打着民主反民主 当时候要再次修订公投法的时候 前副总统还特别跑到我的办公室来 要求当时候在野的国民党 要全力阻挡这个修法 当时候我是国民党党团的总召 所以2018年公投绑大选的乱象 实际上是因为你选务准备的不周 我们甚至在立法院屡次质询 不断的要求中选会 必须做好相关的准备跟配套 但是最后这个选务规划并不周到 可是呢民进党却只因为一次公投的挫败 不去检讨选务的工作 就利用国会的多数来直接修法 没收人民的直接民权 是输不起还是把公投当作政治操弄的工具 在野的时候蔡公投 执政的时候蔡砍头吗 民进党完全执政 价值完全沦上 一切作为为党图利 不顾民意 当国会沦为执政者展现傲慢的场域 人民只能透过公投才能反制 也唯有让公投与选举合并举办 才能提高参与 让公投过关 让民意得以真正的落实 最后我们鼓励 作为国家独立机关的中选会 能独立公正行使职权 更别忘了公投法要求中选会 办理听证会是要协助提案人补证成案 尽快让民众展开联署 让人民的意志可以真正的呈现 提醒中选会依法必须扮演公投帮手的角色 绝不是担任执政者的公投杀手 以上我先做引言的说明 下一位我们请 罗志强先生 主席还有我们各位这个鉴定人 在场的媒体 刚主席已经说过了 习有蔡同龙蔡公投 今有蔡英文蔡砍头 过去公投是现在的执政党政府 民进党的神主牌 多少民进党的前辈为了公投的理念 走上街头苦行台湾 甚至静坐绝食 好不容易争取到了所谓的解除门槛 降低门槛走出鸟笼的公投 只有一次就把他关回铁笼 这就是现在的执政党政府 对待他的创党的先前先辈们的态度吗 民进党还记得过去 自己所坚持的神主牌吗 多少人的言论 今天人犹在恶 蔡英文 苏贞昌 所有民进党现在台面上重要的政治人物 都主张过公投绑大选 陈其迈甚至说 还要国民党 不要把公投绑大选当作洪水猛兽 但是现在把公投 砍头 把公投绑大选拆开来的 就是现在这个执政的政党 理由 非常的奇怪 就是以选务 以公投的 18年的 选务的一些状况 以这个为由 技术性的为由 来去砍掉自己的神主牌 这不就是 绞痛砍头吗 连自己的过去创党的理念精神 都可以与此不顾 那我们这边也是要 借这个机会告诉大家 之前呈主席之命 我骑着摩托车环导 19个县市 巡回街头演讲 谈的就是公投 我不客气的说 我遇到很多是民进党的支持者 跑来告诉我说 他们也看不下去 公投不就是民进党的 神主牌吗 为什么今天执政了之后 就把他丢到 垃圾堆 丢进焚化炉 这也是为什么 吕秀莲前副总统 会说出 打着民主 反民主 背叛民主 这么样的重话 来形容这个 阉割公投的 现在的政府 而今天回到 中选会的部分 中选会 做一个 中立公正的机关 我希望不要成为 所谓执政者 抑制 打压公投的一个 所谓的先锋 遇党公投 何患无耻 所有的眼睛 都看着 今天在座的 所有的人 如果说 今天我们提出一个 公投绑大选的 公投案 都要以各种 莫须有的理由 横加阻拦的话 请好好想想 民进党的前辈 蔡同龙 也请好好想想 曾经苦行的 林毅雄 主席在场的 中选会的同仁 然后四位学者专家 然后江主席 然后罗议员 然后大家早安 大家好 时间没有很多 我想我尽快 往下走一下 我想我们今天的简报 大概分成 几点啦 第一个就是 针对大会所询问 这个本案是否属于 宪法规定下的 适合公投 第二个是否属于 立法原则的创制 第三个提案内容 是否有不能了解 其争议的状况 第四个是否属于 一案一事项来 主意说明 我想结论应该很清楚 本案应该属于 公投法下的 适合公投 而且应该可以 直接通过的 那公投的主文 大家都很清楚 是你是否同意 公民投票案成立后 一个月期至六个月内 若该期间内 有全国性选举的时候 公民投票因 与该选举同日举行 那这个条文 其实文艺非常的清楚 所以大家连署的时候 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事实上它跟之前的 公投法的 23条的规定 是相同的 那所以 其实大概看得出来 贵会也执行过 所以我们其实不太了解 为什么会有问题 那贵会提出来的 第一个问题是说呢 现行公法23条的 公民投票日呢 可能会跟修宪公投扯在一起 好 那所以 那实际上我们认为 这个质疑是很怪的啦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原来公投法23条 就是这样规定 如果原来的公投法 有问题的 那贵会这个质疑 恐怕是在质疑说 之前的公投法23条违宪了 好那事实上 我们大家也知道 原来的公投法呢 也已经执行过两三次 都办过非常多次的公投 所以这两个是不相关的 好那当然啦 我们站在说希望公投过的立场 如果贵会坚持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扶正做修正 好就是说除修宪公投外 其他应该在一到六个月内举行 我想这样就可以解除贵会的疑虑 好贵会提到说 是不是有标的不明的状况 到底是创制还是复决 好首先我们要讲 这个其实我们在回答贵会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有点 欲加之罪和患无辞的问题 因为我想不管是创制或者是复决 其实都是人民基本权利的 公民投票权的一种行使的模式 那原则上不能用这个形式呢 去阻却他真正的权利的行使 那我们其实并没有要求 废止或否决 现行公投法23条的公民投票日的规定 好那不管是创制或者是复决呢 其实都不能够 妨害人民行使这个 创制复决权 这公民投票权的借口 我们其实回到本案的规定很清楚 好我们是提出一个立法原则 要求在公民投票案成立后 一到六个月内要举办公投 而且如果中间如果有公民 有全国性大选的话就要合并举行 这是一个立法的原则 好那当然如果大会觉得 因为在之前民进党曾经提过一个版本 这个版本是被否决掉的 所以我们就是复决的话 我们也可以接受啦 好但是我想不管是創制还是复决 也不应该去影响这个公投案的通过 好程序其实应该是一样的 好那 贵会又问说这是立法原则 还是具体条文的创制 这是立法原则 好 好我们认为这当然是立法原则 因为我们就是说要公投绑大选 到底条文要怎么写 其实还是交给立法者来做判断 所以这边呢 并没有属于立法原则或具体条文的争议 我们觉得大会的质疑很有趣 写的太模糊 就说不能了解其争议 写的太清楚 好像质疑我们就变成具体条文 所以变成具体条文的创制 那我们真的有点觉得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问题 好 那到底本案有没有不能了解其提案争议的状况 如同我刚刚所说 这个我们的这个主文 其实跟20 跟这是107年版的公民投绑法 23条条文内容基本上是相近的 好 那么实际上大会呢 真依据那样的条文呢 已经办了好多次的公投 好 那尤其最明显的是2018年的婚姻平权的十案 都是这样来办的 好 那显见呢 这个文艺非常清楚啊 不然贵会也办不成嘛 好 所以用这个理由来询问 我们觉得有点困惑 那到底是不是一案一事项呢 那大会的质疑就是说 你这个是不是涉及到修宪公投案 如同我们刚刚所说 实际上大家大会也很清楚 大会的主委也讲了 李主委也说 好如果是修宪公投的话 是用到宪检法 增修条文的程序 理论上跟公投法是没有关系的 好 那当然如果大宪还是有这个疑虑 大会还是有这个疑虑的话 我们可以修正我们的主文没有关系 把修宪公投把它排除 实际上我们学过法学虚论就知道了 特别规次项 当然就应用特别法就是宪法 所以总之我们可以 如果军会有质疑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修正为 你是否同意公民投票案公告成立后 一个月起至六个月内 若该期间内有全国性选举时出 修宪公投外 公民投票应于该选举同日举行 谢谢 好的那谢谢提案领先人 以及委员待遇人的陈述意见 那我们现在就是由 现在就请东吴大学法律记的 曾经教授发言 时间是五分钟 主席各位学者专家 各位先进大家好 那很荣幸有这个机会来参与这个工厅会 基本上我们知道公民投票法 他是落实宪法上主权在民的这样一个精神 所以对于人民行使他的主权 行使公民投票权 这是行使他的主权 这个从我们民主国家原则的观点来看 应该是最小限制原则 就是说让他能够表达民意 然后如果人民对于政府现在的一些法令政策措施 有哪些觉得不满意的地方 可以透过公民投票 述租于全体国民 来大家共同来决定 这样的话应该是一种直接民主的一种反应的表现 那因此我们在这个公民投票的这个案子的解释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立法原则的创制 它并不是一个复决 这个在我们诉讼法上 有一个是说复决有点说把把恩来的处分撤销 但是否决之后呢回到一个空白状态 到底怎么样处理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复决案啊跟本案是不一样的 我们今天假设把现行的条文复决了 那那那只是把条文复决了 那未来怎么样何去何从没有讲 所以这个叫像我们打官司啊 申请一个执照如果请求核发执照 他给你驳回你给他请求撤销 撤销没办法答解决问题 因为你目的是要拿到执照 不是光把驳回储问撤销啊 所以这个驳回储问撤销就像类似本案的复决 他达不到你的一个目的 他的这个目的的达成 最有效手段就是我们法律上叫做 给付诉讼或者刻意义乎诉讼 直接请求行政机关要给你执照 这才能够达到目的 所以立法原则的创制才能够达到 人民想要的这样一个法律效果 那我看啊这个虽因此啊 这个案子并不是复决案 这个是创立法原则的创制 那第二个问题啊 就是说啊这个案子啊这个 有没有一案一公投啊 这个一案一公投的问题 那这个我个人看法是说啊 因为这个只是把这个 我想这个要了解这个提案的真理啊 应该还要再看他的理由说明 他的理由说明是希望回复啊 公投法在106年的时候 23条的规范 也就是说其实我刚刚仔细核对一下 106条公投法23条规定啊 跟他的主文啊 大概几乎完全一样 只是表达方式稍微有一点出入而已 所以实际上啊 从这个这个条文可以看出来 他只是回复到 原来的106年的这个条文 这个106条文怎么产生的呢 这是我们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啊 郑立军等33人提案 那他在民国105年3月16号的这个立法院文书里面啊 他有这个这个提案 这个提案呢 呃后来在106年的时候修法通过了 大家看看立法院这个网路的资料啊 立法院这个网路资料写啊 立法理由是照民进党团的这个提案啊 建立通过的 所以此这个桃案啊 这个这个公投的提案之后啊 按照民进党的这个意见啊 提出案件啊 我觉得应该是跟事实是相符的 我们历史的资料是这样 当然唯一可能的出入是说啊 因为民进党的这个提案啊 是民国105年3月16号啊 这个立法院的关系文书就提到了 但是他真正通过的是按照民进党团的 立法院的民进党团的这个建立通过 那民进党的建立通过当然是在106啦 106的 所以他写2017年这个民进党提出的公投修正案啊 我觉得应该也没有错 也没错 但如果你要仔细谈啊 说他当年的提案是105年就早就提案了啦 但是真正发挥效果的是到106年12月的时候 立法院三读通过啦 所以这个通过的10点啊 确实是落在106年 所以他说按照民进党 当然如果大家觉得还不太多 也应该就加上一个立法院民进党团的建立啊 因为你这妈刚想民进党 也许他说立法院民进党团不代表民进党啊 如果要这样这个这样精准的去表达的话 那应该说立法院的民进党团的这个意见提案 那当然立法院的民进党团不能代表民进党吗 我觉得这个看起来是怪怪的啦 所以我个人看好是说 立法院民进党团的这个意见 应该是代表民进党的意见应该是没错 所以基本上啊 我觉得这个案子应该没有什么样的瑕疵啦 当然如果大家还有点疑虑 就像刚刚讲的 是不是再加一个说 除了宪法的这个公投以外 但是我们原来条文也没有这样写啊 原来以前民进党团提案的条文也没有这样写 因为我想这个是法律解释问题 因为你今天是处理的是公民投票法的案件 公民投票法案件跟宪法的公投 他走的可能是不同的程序 如果是走的是不同程序 他本来在法律解释上就可以处理啦 所以我个人看好说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我想我报告他这边谢谢 好谢谢陈教授 那么接下来由立法委员李贵民发言 谢谢 好谢谢主席 还有我们在座的与会贵宾 还有提案女行人的团队 大家早安大家好 我觉得今天中选会提出来这个议题呢 今天这个听证会 还有所选的这个议题里面 其实从我个人专业的领域上面来讲 我觉得他事实上是很明确的答案 其实已经都在那里 那我要再讲我的答案之前呢 我要先提醒大家 就成如刚才的这个我们学者专家也都提到的 其实我们的公投呢是我们很具体务实的去实现我们一个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 那么从实物面上面来讲当然我们都希望事实上能够所有的事情都能够用直接的一个这个民主的方式呢 其实这是最好的 但是呢实物面上面来讲因为他有他的费用啊 因为他有他的程序啊流程上面来讲 所以我们现在有代役制度加上直接民主 也是公投的这个方式来表达 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其实公投的部分呢公投的议案我们应该要让他的限制能够越小越好 那也因为这样子呢在立法院通过的不管是过往的公投法或者是修正的公投法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看到中选会主管机关能够否决公投案的情形呢 其实就是我们公投法限行法里面的第十条的里面的这个规范 那从今天中选会提出来的这个议题里面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很明确的 其实对于第十条原来这个中选会能够把它否决的事项里面 中选会自行本身呢也已经排除很多了 那么看起来中选会的看法呢是说 它到底算不算是我们第二条的规定的全国性的公民投票的适用事项了 那另外的就是说对于这个是不是有这个同一事件这样的一个情形 但我来讲说对于这两个主要的议题呢 其实对于第一案的部分呢 就是它是不是公投法里面第二条的所规范的全国性的这个公投的这个事项 我觉得大家如果回去看一下原来这个条文在修正的时候 它最早的时候它其实是有所谓的宪法修正案的复决 那那个东西已经被删掉了 所以今天在提到说它是不是宪法修正案复决 我觉得在今天公投法现行公投法的情况之下 其实它没有它的一个意义存在了 那没有它的意义存在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看到它到底是不是第二条全国性公投 一个是法律的复决 一个是立法原则的复决 第三个是重大政策的复决 创制跟复决 对不起我刚刚是立法原则的创制 那细节的部分我觉得我不要让费大家的时间再讲那个法律的这个规定 那我只要直接的回答就是说 不管我们今天提出来的这个 今天听证的这个主要的公投案的部分呢 其实不管它到底是法律的复决也好 立法原则的创制或者是重大政策或者复决 我觉得它都可以调入在这个范围之内 我个人认为它都可以调入在这个范围之内 因为毕竟公投法它原来在修正的时候呢 它有我刚提到的修正前它是怎么样规定的 那你今天修正之后呢 我们也希望反映出来 那如果这个修正的结果呢 是因为代议政治体制之下 没有办法真正体现民意的话 其实公投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让公投的结果出来之后呢 立法机关呢能够本于公投的一个这个原则 立法民众想要得到的一个原则呢 去做立法的相关的修正 所以我相信大家也可以看到 公投法里面有规定说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公投可以停止 也就是说即便这个立法机关呢 在这个公投之后呢 在这公投进行的过程当中 它的目的已经达到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公投就必须要停止 所以你从这些反此种种这些的公投法的规定 你都可以看到它真正的一个精神呢 就是为了要体现 那就像刚才这个领行人的代言有提到 今天提出来的案子呢 其实是跟原来修正前的这个案子的内容 条文的内容呢 第二条的规范里面呢 我觉得它是的确是调规范里面的 那至于你讲说 你不能够明了它的这个用字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根本不会有这样的情形啦 因为既然它的用语呢 是跟原来修法之前的用语 雷同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你又把它当成是一个立法原则 那大家其实都明了 你就是希望在一定的期间之内呢 能够当它碰到这个有大选的情况之下 它能够合并举行 它合并举行之后呢 你也可以避免掉这些的成本 也能够增加鼓励这个大家民众参与的情形 这才能够真正具体落实 直接民主的一个精神 以上谢谢 谢谢李贵明委员 那我接下来请到中研院法律所的 苏联徒副研究员发言 时间也是五分钟 主席在座各位先进大家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直接的提出 我对这个公投提案的一些看法 第一个确实我们可能要进一步去讨论 就是这个案提案到底是 这个公民投法第二条讲的 这个法律的复决 或者是立法原则的创制 那确实复决跟创制都是人民的权利 但是我们知道说它会有不同的效果 然后它的一个提问的方式也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确实会需要进一步的确定 那我们从提案人的这个提案理由 我们会看到它比较直观的反应 就是它是针对2019年公民投票法的修正 它提出一个不同 它提出反对的意见 所以理论上比较直观的看法 应该会觉得说 是不是应该是以 用复决案的方式来进行会比较适当 那确实就会像 刚才程老师提到 我们复决的效果是 定在公民投票法30条 就是说它公民投票法通过后3日 它就施起效力 但它变成就是说它会赋予 它就给予立法者进一步 还有比较大的一个行程空间 去决定说 那我接下来的公民投票的一个时间 要怎么样去规划 但是所以复决它可能没有办法 直接达到提案人更希望达到的效果 所以它希望采取的是一个立法原则的创制 但是我们现在可能要进一步问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要赋予 公民投票的提案的领先人呢 有这个在创制跟复决之中 进行选择的一个权利 这其实是一个值得严肃去讨论的问题 因为我们确实我们会 我们会觉得说 可能台湾的一个公民投票程序的一个规范里下 我们给予提案领先人的一个议程设定的权利太大 以至于说它有可能就比较容易会 产生一些问题 所以这可能是需要进一步去澄清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 假设我们确实同意说 这个案子还是可以用立法原则的创制的话 它会是一个非常具体的立法原则 它要求说我们要在公民投票 公告成立以后一到六个月 而且就要举行公民投票 然后如果说这个期间有全国性选举的话 就要跟全国性选举合并举行 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规范 那具体的问题就在于说 那变成说以后立法者 立法院他就没有办法说 我是不是可以调整到公告期三到六个月 它是已经没有在 变成说比较没有这个空间 那但是这样子的调整 是不是真的违反了提案人的意义值 那其实就会有一些争议 那事实上 虽然提案内容有提到说 提案理由有提到说 它最主要就是只要要求立法院去修正 23条的这个 现在有关于公民投票日的规定 但是我们发现说 因为2019年修改的时候 它已经 它还有做其他条文的修正 包括在第17条的时候 它就要求说 这个中选会作为主管机关 它在选举日的90日前就要进行公告 90日跟一个月 那实际上就会有一个差距 就变成说它会 它可能一旦通过以后 就可能会创造一个 一个规范上矛盾或冲突 一个有争议的地方 所以这个部分 如果提案领先人还是愿意 还是觉得说要坚持 要用立法原则的创制 这个原则的创制本身 它的一个规范可能 可能就需要再更具体 就可能要更清楚 或者说它要开放 让这个立法机关 有更大的一个决策空间 那第三个就针对 本案是否符合这个议案事项 我也同意刚才几位的意见 就说确实因为呢 在过去2019年 这个公民投票23条修正之前 它的一个用法是说 指说公民投票 主管机关在公民投票案 公告成立后 公告成立这件事情 只有发生在人民提出的 公民投票案才会有 所以它实际上不适用于总统 立法院或是修宪的提案 但是我们因为2019年修正的话 直接写成公民投票日 变成法律解释上来说 它其实还是应该是 只有针对人民提出的 这个公民投票案 所以它其实并没有违反 一案一事项 所以它 但其实一个可能需要提案人 因为提案人是一个 我们的主要政党 它可能就要进一步去思考 说确实没有违反 所以而且呢 用公民投票的方式 去修改公民投票的制度 这也是合理的 问题就在于说 因为我们的公民投票 基本上是单一事项的提案 可是公民投票制度的设计 它可能会需要比较系统性的 整体性全局性的关照 我们如果会觉得说 这个可能不是只有提案 投票时间的问题 还包括说 到底公民投票需要多少审议时间 它需要比较全局性的关照的话 那有可能就没有办法适用 这方面的政治智慧 可能就是需要提案人 这边再去考虑 最后就是说 我会提到 有关于这个提案理由的 一些对于这个政策的说明 我们有一个提案理由的 中学会有定例一个 审议的办法 它其中有提到说 要避免非必要的虚质形容值 强调语气 那如果我们希望 这个公民投票的讨论 是比较聚焦于政策的 那是不是要用这个比较多的那种政治的语言 比较政党性的一种批判 那这个也许也是可以值得再去考虑 当然这部分中选会会只有是一个比较建议性的一个建议 那是不是要做相关的修改 可能还是要由这个提案人再做审作 谢谢 好谢谢苏老师 超过时间一点点 我们还是尽量保持在发言时间的范围内 那最后我们请到政大法学院的刘中东老师发言 也是五分钟 谢谢 感谢主管机关邀请 我这边大概跟其他前面几位有相同有不同的 首先就是我们的修宪公投到底是不是用23条第一项 虽然刚才苏教授特别提到23条第一项是人民的公投 但是我们从本法15条第一项 立法院他的宪法规定的复决案 还是要交由主管机关来办理公民投票 所以从15条第一项来看 就是立法院他经过了修宪的一个程序 所提出的修宪的这样的一个案子 最后还是要适用本法23条第一项 所以我个人完全不认为23条第一项 只限于人民他的二条的二项的 这几款的一个人民公投 那这是第一点 我个人认为 也就是当时公投法没有修好 就是没有把修宪公投排除掉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从15条第一项来看 就是立法院的修宪公投 最后还是要挂到本法来试用 也就是23条第一项也拘束了修宪公投 那这个我们在今天的文书里面 大概中选会也做这样的一个同样的说明 就是除了总统的那一个之外 其他三种完全没有排除23条第一项 这个是在我们今天的文书里面 大概在第二页的下面就有这样的说明 第二个真点如果我们今天 就是要由人民公投的立场来看 那本案到底是复决还是创制 我个人认为第二条第二项 有关全国性的公民投票 它并没有排除说 我一定要是复决或者是创制 我同时也可以勾两个 就是说我同样要把就是23条第一项废掉 因为如果通过了 那我就是在三日内要失效 但是我同时它的另外一个效果 我同时也要在一到六个月内 我这边要跟全国性的大选去挂钩 那这个到底会不会违反一案一公投 那如果真的违反了 那刚才有几位先进都说了 就是复决案它的法律效果非常强大 就是三日内就要失效了 但是给立法者比较大的空间 那颠倒过来就是创制案 它并没有说现行的法条就失效了 但是它让立法者制度形成的自由受到限制了 一定要照通过的这样的一个立法原则 去做所谓的法条的拟定 所以我个人认为第二个焦点 就是难道不能够又是复决又是创制吗 因为本法并没有规定 说你要勾选的一定要是单一的 那你如果要让主管机关自己去勾 那主管机关还要再依照第十条的第四项 要再举行听证会厘清征点 协助必要的补证 所以我个人跟其他前面的三位 鉴定人都是一样的立场 就是到底是要复决 二十三条第一项的 八月的最后一个 所谓的星期六呢 还是说不是的 我只是提出一个法律原则的创制 我想这个是一词两面的 因为陈教授刚才说过了 就是你要复决就是要把 二十三条第一项的特定日给废掉了 你要创制的话呢 就是我要跟全国的大选呢 要来一起举办呢 那到底是创制还是复决呢 我个人认为呢 也就是除了要在听证会厘清之外呢 那都不影响到本案的成案 也就是呢 他可以是把二十三条第一项废掉了 但是这个时候呢 立法虽然他有制度形成的空间 但是也要遵照呢 我们废掉二十三条第一项呢 假设是这个公投案成立的话 所以复决案跟创制案呢 大概有法律效果的不同 但是他都是直接成案的 那最后呢 就是内容明确呢 了解争议呢 那我个人呢 也拜读了我们的这些个理由呢 我个人也认为相当的明确呢 就是不管是二十三条第一项特定日的废子呢 还是说呢 他呢 只是要求要跟全国性的大选与举办呢 我想这个内容是非常明确的 那至于一案一事项呢 那刚才已经说过了 修宪公投也是要适用二十三条第一项 所以我不认为呢 要排除修宪公投 以上请指教 好的 谢谢刘教授的发言 那么我们现在有内政部的代表 不晓得 内政部的代表发言也是五分钟 这项提案呢 主要是涉及公投法相关规定的解释 那是与我们两项选举罢免法比较没有关联 那这部分的话 本部尊重中央选举委员会及学者专家的意见 以上 好谢谢内政部的代表 好那么我们现在就进到第三个 应该是第二个阶段 就是出席者发问以及答复三十分钟 那么我想在这个部分出席者 就是如果经过主持人同意的话 就可以提出发问 那么也可以就是说补充上一轮所没有表达足够的意见 那么是是一个相对比较开放的一个时间 那我就先邀请我们的领先人或是代理人 有没有要补充陈述意见 那不过为了时间进行 这流程进行顺畅的情况 我想我们还是先以五分钟为限 如果不够的话我们再补充 谢谢 主席然后各位与会的贵宾好 我想我就审略问候好 那我想刚刚各位学者专家跟内政部的立场 我觉得其实也都蛮清楚的 内政部其实就尊重大会的职权 好那四位学者专家 其实以陈兴秀老师的意见来说 其实就是主张公投应该是最好限制原则 李贵明老师也是有同样的见解 好那我想其实大会也很清楚 在公投法这一次 在公投法原来的主管机关 叫做公投审议委员会 好那为什么要把公投审议委员会废纸掉 好台测这个机关 把这样的权责改例到中选会 就是当时大家希望要保障人民的创制复决权 好避免公投审议委员会变成公投 组党委员会 好那我们比较遗憾的是 说这一次的这个公投案 我们我本人代理两个公投案 好我其实都觉得有类似的 感觉比以前的公投审议委员会 好像有过之而无不及 就是在很明确的文字之下 还是被要求要进行听证会 而不是直接通过进入下一个阶段 是我们感到遗憾跟困惑的地方 好那我们仔细看一下 刚刚四位学者专家的意见 陈兴耀老师说了这条限制原则 他也认为说这个是立法原则的创制 其实这和提案人的立场是一致的 好提案人从头到尾讲成 其实我们是立法原则的创制 如果大会一定要说这是复决 我们也可以接受 那这个就回到苏彦涂老师说的 是不是给予这个提案人太大的程序选择 不是的 我们从头到尾的立场很清楚 我就是立法原则的创制 我要确立一个一到六个月之内 如果有全国性大选就要一定举行的这个原则 而不是要废止掉现行的条文 好那正如同刚刚四位老师所说 废止掉现行的条文 并不会回到原来的条文 所以反而会成为一个混沌未鸣的状况 所以我们要的是立法原则的创制 我想这边还是要厘清 那我进一步要说的是 刚刚其实苏彦涂老师讲了一个问题 他说我们既然是一到六个月的原则 那三到六个月可不可以 好这是不是一个立法形成的空间 理论上好像是 可是我们回头想一想立法原则是什么 是希望公投跟大选合并举行 为什么 因为希望人民不需要为了表达自己的意见 好需要在短期之内上街两次 好去投票避免对于生活的干扰 如果一到三个月之内就有全国性大选 立法者说你不能合并举办 三到六个月可以合并举办 我想一般的民众都会说 这样的立法院应该是脑残国会 所以应该不会有立法者去说 三到六个月要合并举行 一到三个月不能合并举行 我想应该不会有人做这样子的立法 那我继续再往下看 就是说 那刚刚其实苏彦涂老师老师提到一个点 我觉得蛮值得大会参考的 苏彦涂老师说公告成立后 基本上是针对人民的提案 好所以如果是立法院的修宪公投 不会是公告成立后的状况 所以他认为我们其实也可以 不需要去提这个修正 或是公文公投主文的补证 那我觉得我坦白说 我们就是因应大会的质疑 那苏老师的这个提点 我觉得也非常的感谢 好那实际上如果今天我们共同 听证会大家有这样的共识 不予修正 好我觉得也蛮好的 坦白说这样可以节省比较多的时间 我们真心的希望是这个公投案 能够赶快的进行赶快的通过 好那回到本案好就是说 另外苏老师指证的是说 非必要的形容词啊政党批判言语 我想在每一个公投案里面 大概都可以看到类似的一些脉络 那我想这也是人民的言论自由的一部分 尤其政治言论应该是属于高价值的言论 要获得更大的保障啦好 那这样也可以达到说交换意见的目的 有时候尖锐的批评会引发更多的讨论 其实我想我们公法抉择应该都是乐见的好 那我最后再反过来回顾整个大概整合起来说好 所以我想我们提出的其实就是一个立法原则的创制 希望在公民投票案公告成立后一到六个月内 如果有全国性选举的话就应该要合并举行 好这样避免呢人民在六个月之内 又要办全国性的大选去上街投票 又要为了公投案再去反复的出门 甚至影响到他的投票意愿 这样对于人民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权的行使 其实是不利的好 那我想我就简单的说明到这边 然后再看其他的有没有要补充 谢谢 不晓得提案你现在会不会要补充 好 抱歉我简单补充一下 关于这个本案到底是创制或复决 我想我们应该回到公投案的这个主文 它通过之后它的效果到底是什么 因为如果说我们今天因为勾的是复决案 那我们的条文我们的这个内文一样没有改变 然后它出来难道就只有复决的效果吗 还是它会有创制的效果 而且刚才那个刘教授有提到 就是说这个创制复决 这两者之间的勾选 失误也没有规定只能勾一个 那我们应该说这个公投案的主文 经过人民公民投票通过以后 它造成的法律效果是什么 今天如果造公投案的通过 然后这个效果它一定会造成立法机构 它要去做相关的立法 那立法过程里面一定会有一些相互从 跟其他条文 包括它跟它自己本身同一部法律里面的条文 冲突的地方 它自然要去修正 那你说那个叫复决吗 还是那个叫创制呢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硬性规范说 你只能勾创制或复决 或者你一定要勾创制或复决 其实在我看来我会觉得 这应该不是我们今天给人民公投的权力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 它只是一个在程序上方便我们来认知说 这在法律意义上面是偏重于创制还是偏重于复决 但实际上你就算是复决案好了 好我复决 但是我这个内容没有 一样都不改 我的内容还是一样就是公投要绑大选 这个公投案通过了 我勾了复决 没有错啊 你原来的条文就无效了嘛 因为你原来的条文是不是公投绑大选 但是我还是要为了因应你这个公投条文通过 我还是要设定一个新的方式来执行这个公投啊 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讲 应该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公投组文 是不是人民看得懂 它知不知道你要表达的是什么 还有它跟现在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什么 现在的法律 现在我们在施行的法律跟这个公投组文之间 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在这方面的说明 我们把它说清楚 让人民知道说 为什么我要成立这个公投案 为什么我要提这个案 那这个案需要征询人民的意见是什么 那人民他只要决定他赞成或不赞成就好了 我们不要把公投过度的复杂化 让人民可以直接依他自己的意志 来做行使来做判断 那当然法律上的专业我也尊重 那我只是说刚刚听下来 我觉得如果我们这个案只是 大家很着重在讨论他是创之或复觉的时候 那师傅脱离了原本 我们要提这个案的一个本意 谢谢 那谢谢提案 那请李立伟发言 好 因为刚才时间的限制 所以我刚才只有引用条文 我没有把那个条文的内容 说出来 我刚前面为什么讲说 其实我猜中选会呢 对于这个案子里面的那个 提出疑问的时候呢 是本于这公投法第十条的规定 公投法第十条第四项 他上面其实讲的蛮清楚的 他讲说你在审核的时候呢 你在审核的时候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你予以驳回嘛 就是第一个他讲说 提案并不是第二条规定的全国性公民投票 适用事项 所以不管今天他到底是创制也好 副决也好 只要他是掉入在第二条规定的全国性公民投票的 这个事项里面 也就是他的这个 他讲说这个法律的副决 立法原则创制 重大政策创制或副决 只要他掉进去这里面 那你就不能够用第四项的第一款的规定去否决他嘛 那你再看一下第二规定就是他的字数啊 这些的规定他也没有违反你的中选会的办法嘛 那第三个呢其实跟本案无关 所以我们就没有去提他 然后第四个部分有没有这个三十二条就同一事项 我们也讲说没有 对不对 然后第五个呢他有不能够了解他的提案的争议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这个案子可以驳回还是不能够驳回 按照现行的公投法的规定来讲 除非你有像刚才前面提到那些的情况 那之外你不能够讲说 他因为选错或者怎么样的情况 这样你就可以去那个把他的这个请求呢 去把他驳回掉 这是第二我刚刚同时也提到的公投法第十九条的规定 为什么提到公投法第十九条规定呢 就是从概念上面来讲 其实直接的这个透过公投呢 落实民主的制度呢 他其实跟你的立法院的这个后续的进行呢 其实他 我说代役制度跟这个直接民主 他并不会直接造成冲突的情形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多虑啦 为什么 因为我只是用十九条的规定来举个例 十九条他就已经讲说 不管你是创制案或者是辅决案 他说如果你在公告之前经过立法机关 他已经实现你这个创制辅决的目的的情况 然后通知主管机关的话 那你主管机关就要停 那简单来讲 在我们提这个公投案的同时 假设立法院也做了一个公投案的这个修正 那如果说立法院这个执政党他也同意这个 就是说应该是这个公投绑大选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你就 其实这个案件 今天头的这个 今天提的这个案件 也不会影响到这个立法的一个修正的过程 也没有影响到代役制度的这个进行啦 所以我个人还是认为呢 真的我们要体现民主制度的话 直接民主加上代役制度 我们在用最少的成本 最简短的一个时间 我们能让台湾的民主制度更往前进一步 以上提供大家做参考 谢谢 不晓得 这个请刘老师在发言 这期各位先进 我这边还是很严肃的想要确认 因为公投法的主管机关解释机关都是在中选会 我们今天中选会的公告呢 这边的第二页的倒数 第二页是 立法院这些都有投票权 提案权 除了总统的提案 不需要受到二十三条第一项特定日的限制之外 其以三类都要在特定日举行投票 然后 跨服二这边说了 因为在征修条文十二条呢 他有要先公告半年 然后结束了 如果在一到十五条第一项 十日内交由本会来办理公民投票 那这边在第三页的第三行 担心在时序上书欠连贯 所以修宪公投呢 是不是也有二十三条第一项特定日的适用呢 是有厘清的必要 这个不是靠这一次的听证会来厘清的 这个是中选会站在公投法主管机关的立场 应该要厘清二十三条第一项呢 是不是约束了十五条第一项的修宪的公投 那这个部分呢 我个人认为不是今天呢 听证会 单一的听证会可以厘清的 所以我第一个争点呢 非常就是强烈的呼吁 就是作为公投法的主管机关的中选会 事实上应该要非常慎重的 如果觉得应该排除呢 那就把二十三条第一项 如同刚才苏教授所讲的 你的公民投票日呢 他排除了十五条第一项 所谓的修宪公投的适用 但是这么重要的事情呢 单从解释性的行政规则的公告呢 大概没有办法呢 做这样的工作 所以我第一个争点呢 是修宪公投是否真的排除二十三条第一项 我想身为中选会呢 也有重大的疑虑呢 那这一点呢 单从今天的听证会是没有办法厘清的 更没有办法用这个争点呢 来排除说呢 那我们今天的提案呢 你的提案呢 你如果含修宪公投 你就是呢 两岸呢 我想是不能够做这样的处理 因为中选会本身 也没有厘清二十三条第一项 适用的范围 这个是第一个要请教的 那第二个要请教的就是 难道 复决不能加上创制吗 我个人一向都认为呢 二条二项呢 它只是一个范围的说明而已 它并不是说呢 我就是要限制呢 我的提案里面呢 要做这样的处理 所以在这里呢 我这边还是呼吁哦 就是如果它有两种 一个是复决 一个是创制的暗游 那这个部分呢 你能够说它是两岸吗 因为呢 并没有特别的限制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的提案加上呢 你是否同意呢 公投不应该呢 限制在特定日举行 而应该要跟呢 全国大选一起举行 不应该限制在特定日 而应该要再跟公投大选 一并举行呢 我想这绝对是一案的 怎么会是两案呢 所以有关呢 就是本案到底是 复决还是创制呢 如同刚才前面几位先进所讲 它都落入了二条二项的提案的 这样的一个范围 只不过呢 这两个难道不能并存吗 这个是我的第二个真点 以上请指教 好 谢谢刘教授 那我们再请陈教授 还有苏教授 那我们是简单发言 我这样联听各位的先进的意见之后 我有一个想法补充一下 其实立法原则的创制本身啊 就包含着对于现状的否决啦 就说对现状的条文 可能大家不满意 所以我提出一个立法原则 所以这个立法原则一旦落实的话 当然他就会改变了现状 那改变的现状 包括现行法令的条文 大家可能觉得不满意 所以因此要修正 所以呢 就像我们说这个 这个刚刚讲的 刻意义务诉讼 我们请求主管机关 合法执照他把我驳回 我提起一个 刻意义务诉讼 请求法院判决命 主管机关的合法执照给我 当他判决命的合法执照给我 他等于否决了主管机关 把我驳回的这样一个处分 所以他是含涉在里面的 就包含在里面的 所以这个地方啊 我觉得可能就是说 立法原则的创制 除非说他是一个法律上 所没有规范的新兴领域 才有可能说啊 独立的出来都不影响到现状 你竟然要提出一个立法原则 那当然这个原则贯测 结果就是改变的现行法律状态 所以因此就否决了 现行的法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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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的规范都要配合修正 所以那立法原则就是说 我真的修这一条 但是可能签立法动全身啊 刚刚我们淑老师出委员也提到说 那可能其他条文还要配合修正 提到条文配合修正是来 落实贯彻这个立法原则 立法原则 否则老百姓要说 我要全部法律都看完了 全部都要一并修改 那又太细了 那就不知道立法原则 是吧 所以我们说立法原则的创制啊 其实他包含的就是说 你要落实这个立法原则 相关的配套措施啊 主管机关或立法机关要配合 通罕检讨修正 而不是说啊 你立法原则要受到现行法律激素 这个公民投票就是要否决 就是要对现状的法令不满力 直接诉诸名利 所以他的诉诸名利的这个 直接民权的这个效果啊 就凝架到 待遇政治的这个 所通过的这个法律 国会所通过的法律 所以他是对法律要变更 那法律当然 当他有通过的时候 那我们立法只要尊重名利 那都要配合变更啊 所以他的道理应该是这样 我是补充这一点 谢谢 呃 呃 私研究员要补充啊 呃 呃 我们公民投票法从2017年修正后那个版本 我们奥巴称之为副条件合并投票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原则上公民投票是在公告成立后 一到六个月要投票 那他有可能是有跟大选一起 有可能没有一起 就看他有没有在这个期间内 有没有全国性的选举 那现在问题就在于说 所以一到六个月 这其实是一个蛮具体的一个原则 但是我要提醒的说 这是不是一个好的原则 刚才这个领行人的这个 这个代理人有提到说 是不是会有 为什么会有人会去说 要改成三到六个月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在2018年的 这个公投的一个结束以后 其实中选会他提案 他就是三到六个月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说 我如果公告 公告成立即一个月就要投票的话 我就一个月的准备时间 你今天你在职责我 说我准备不够 但是我一个月的时间 我确实其实准备是很仓促的 所以他会希望说 把它改成是三到六个月 所以他甚至在第17条的时候 原来的是说公民投票 他的选举公告是28日前要公告 他现在改成90日 所以我意思说 如果我们要用这个创制 立法原则的创制的话 我会建议说 提案人这边再去思考说 这个原则是不是真的 是一个好的原则 因为我们会希望的 建立的一个制度 是一个好的制度 另外就是我们有提到说 到底这个案子是不是创制还是复决 为什么这个问题很重要 我比较抱歉就是说 我没有看过在其他国家 有既是创制又是复决的例子 因为我们会希望说 我们的这个制度 是要去协助 这个公民去行 透过这个直接民主的程序 去做成一个公共政策 我们会希望很清楚的知道说 他的我们投票的标题是什么 他的法律效果是什么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 有更清楚的明确的厘清说 他是创制还是复决 那我会提到说 为什么我这个选择 要不要给他这个程序选择的权利 是一个问题的原因 是在于说 我们现在法律有 我们跟其他国家的规定不一样 其他国家的复决 他可能有比较严格的限制 他要求说 我是在法律案通过 但是还没有公告前的多久之前 我就要提出 但是我们都没有 我们甚至允许对于 已经通过的法律 直接进行复决 也可以针对特定的 或者是整部法律 那问题就在于说 我们这个案子 他其实直观上来说 确实就是复决 如果他是用复决案的形式提出 我觉得问题不大 我甚至觉得说 就是可以不需要补证 就可以通过 但是他需要调整那个文字 但如果我们现在 如果赋予这个权利 他变成说 我们以后我们的 我比较难想像说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 公投法程序下 还有所谓 因为复决就不好用 大家会觉得说 只是把这个原来的条文 否决掉 我还要给立法机关 有其他的空间 让他再去形成 我是只要用创制 就可以一步到位 我会觉得说 这个部分 我们确实需要再做思考 跟釐清 最后就是说 确实这个提案理由 那当然都是 都是人民的权利 提案人民的政治自由 政治言论自由 所以我们都会希望予以尊重 但是我要提醒的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公民投票程序里面 他其实某种程序说 要有公民 来做成政治决策 他也要承担相当的政治责任 你提案人今天就会希望 我们就会希望提案人是 用一个比较引导大家去做政策 讨论思辨 去好好的去讨论说 什么样的制度 会对台湾比较好 往这个方向去思考 那也许可能就会 会让这个之后的共同思辨 比较不容易 比较不容易说 好像就限于说 这个比较 谁对谁错 然后谁背叛的 谁原则 这样子比较意气性的 这种讨论 那我会觉得 用比较 把这个问题 把这些问题的讨论 导向于说 怎样的制度 对台湾比较好 我会觉得会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发展方向 谢谢 谢谢 师傅研究员 的发言 那么我想 最后还有不到 十分钟的时间 不晓得 在场各位 李贤人或是先进 有没有 好 是 谢谢主席 还有各位先进 我想我大概简单的 再回应一下 也顺便做一下总结 就是今天大会 召开听证会 有四个议题 就是是不是属于 宪法规定下的 四个公投 是不是属于 立法原则的创制 是否提案内容 不能了解其争议 是否属于 一案一事项 好 那我想经过 我想我们先 回到一个大前提 举办听证的目的是 为了帮行政机关 听取意见 然后来做成决定 依照行政程序法的规定 举办听证以后 行政机关 应该是要斟酌 整个听证的时候 学的专家 整个全辩论意志 大家的意见 来做成决定 好 那我们很 我想今天 其实讨论的过程 里面是很聚焦 好 大家也很清楚的 第一个 是不是属于 宪法规定下的 事隔公投 我想其实 以苏彦图老师的 看法很清楚 这个人民提案 才会有公告后的问题 所以根本没有 修宪公投的 适用 好 所以本身呢 就没有所谓 是不是属于宪法下 适合公投的这个问题 然后 所以我想 第一个议题 应该非常清楚 然后就算不踩这个见解 我们另外 从一个角度 从别的角度来看 宪法征修条文 第一条 跟第十二条 对于修宪公投 本来就有其 程序性的规定 好 假设跟公投法的规定 有冲突或 汉格之处的话 当然是宪法的条文 优先适用 我想这个也很清楚 好 这也就是为什么 在100 在原来107年版的 公民投票法 好 它其实规定 就跟我们的公投主文很像 当时也没有任何的人 质疑说 这样的公投规定 公投法的规定 是不是违宪啊 或是有问题 好 我想大家其实 都没有这样的质疑 所以 所以本案呢 属于宪法规定下 适合公投 因为它针对的就是 一般人民提案的事项 希望在提案成 公告成立后 一到六个月内 如果有全国性选举的话 要共同联合举行 好 那我想这个很明显的是 一个适格的公投 那到底是不是 立法原则的创制 好 刚刚有非常多的讨论 到底是创制 还是复决 好 那我想我们的提案方 非常的清楚 我们希望确立一个 公投绑大选的原则 就是公告成立之后 一到六个月之内 如果有全国性选举的话 就应该合并举行 好 那刚刚苏彦图研究员 有提到说 啊 那我们其实应该 给公投多一点时间 其实为什么要这样定 其实某种程度上 我们也希望 反而给 中选会少一点的空间 好 如果规定是三到六个月 那么中选会 刻意的运用它的 行政技术上的拖延 好 比如说把毫无疑议的 的公投提案呢 硬说是有疑 所以要举办听证会 可能一听证会 还一半半一次 半两次半三次 半到最后 他就跟全国性选举 就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依照 如果是三到六个月的话 这个时候就不能合并举办 因为我们要给公投充分的辩论 反而就会给行政机关 借此上下其手 限制人民公投权利的空间 我想这个反而是不乐见的 那刚刚为什么会提到 这个三到六个月 在我们的案子下 不太可能会成行 其实主要是回应苏研究员说 到底如果我们是通过 立法原则的创制 会不会立法委员 可不可以去定的条文 是三到六个月 好我想我们的回应 是针对这个问题 那我们答案是不会的 因为立法委员如果真的定 三到六个月 反而让更接近公投成立的 的时间点 没办法并同大选举行的话 我想会造立到很严格的批判 好 那么再来的问题是说 是不是提案内容不能了解其提案争议 好 那我们讲的就是创制 然后我们希望确定立法原则 然后这个也是原来 107年版的公民投票法的条文 好大会都已经用以呢 举办过非常多场的公投公民投票 所以文字的意义 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应该是没有不能了解其提案争议的问题 好那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应该是可以通过这样的考量 那实际上我们刚刚听到各个学者专家 对于这个部分大概也都没有什么的指正 觉得文字是非常清楚的 好那只是差提到说到底是创制还是复诀 好那我们稍微退一步去讲好了 假设我们想像去年之前的电业法的复诀好了 把电业法25条废掉说2025非核家园把它废了 好那就如同刚刚陈欣秀老师所说 还有刘生辰老师所说 难道这个时候国会可以说好 你废掉这个没有关系 我现在定2023非核家园 可以吗 这不是直接跟人民的意志对撞吗 人民说我2025非核家园不可以 难道立法者可以反过来说 我可以不理会你的意见 所以呢因为你只是复诀权 所以不是一个立法原则的创制 所以我可以完全不理会你的意见 我变成2023非核家园可能吗 当然不行嘛 所以复诀案本身它既然也是 人民民意的一种展现 当然在立法者它的立法行程自由 就会受到拘束 好我想这是很清楚的 第一题四是不是属于一案一事项 我想其实也是苏彦图研究员 刚刚的讲法也很清楚 他认为只有在人民提案的情况下 才会有公告成立后的问题 好所以根本就不包含所谓的修宪公投 所以这边一案一事项是非常清楚的 好就没有包含到修宪公投等等的 那当然如同我们刚刚一开始已经建议过的 如果大会需要的话呢 觉得我们现在就可以告诉大会说 我们可以把修宪公投排除 因为这是大会在公告里面 唯一质疑的地方 好我们可以把修宪公投画出我们的公投主文 好我想这样的话它就一案一事项就更清楚 虽然有多位学者专家主张说我们根本不用画 可是如果大会觉得这样比较更清楚的话 我们是没有问题的 好所以那总结回来 好我想针对今天的这个听证会 在学者专家的所有的意见表达之后 跟主管机关 好相关机关内政部意见表达之后 我想很清楚 本案是很清楚的是一个属于 宪法规定下的适格公投 好它是一个立法原则的创制 我们希望确定好在公投成案成立之后 只要是一到六个月之内 有全国性的大选的话 都应该要合并举行 好提案内容非常明确 好而且呢这样的文字 在之前已经办过多长的公投 没有不能了解其提案争议的状况 而且就是一案一事项 没有两事项 好然后呢如果大会真的觉得有问题 我们也愿意排出 好那以上说明谢谢 谢谢委托代理人 不过我想我在这边也是要稍微说明一下 刚刚那个代理人提到说 我们会不会就是用行政程序干预啦 或是说举办很多次的听证啊 抱歉啊我们这个 观众法第十条其实规定很清楚喔 其实就是一次听证而已啦 听证完之后 我们会讨论 然后再看看要不要那个补证啊 不会说什么两三次 或是说干预的一个事情 我想从过去以来都是这样子一个程序 这没有什么干预的一个状况啦 那我想时间也差不多了喔 如果大家没有进一步的发言的话 我们是不是 欸刘老师最后要再那个 我最后有两句话 就是刚才李贵民委员特别提到 十条三项是驳回啦 就是有下列情形就驳回 十条四项是补证啦 所以今天看起来我们是走向十条四项的 听证会之后厘清真典的补证啦 那补证呢 当然可以要求提案人这边呢 经过今天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中选会把这些真典厘清好了 那如果能够照这个真典呢 请提案人去修正 那这个补证呢 再次的提出来 那今天的最大的问题是 可能中选会没有办法做一个 修正的许可 也就是说呢 就是我们的提案人 他勾的是立法原则的创制 那我们今天是不能够给法律的复决 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公投案啊 因为这会违反了我们刚才所讲的 除非啦 两个都勾 那现在你要给他其中的一个 那如果不是的 他今天勾的是立法原则的创制 那将来我们在许可 提案的成立的时候呢 那我们不能够勾的是所谓的法律的复决 那这样的结果呢 如果是造成的我们就叫修正的许可 那修正的许可是一个违法的付款 那这样的一个付款呢 大概会在法律的所谓的合法性上会有问题 将来就会引起征送的问题啊 所以这边不敢提醒 就是建议呢 照今天的会议的结论呢 可能再请提案人补证 但是最后在许可的一个方向上 可能是立法原则的创制 以上建议 这样看法是说 这个提案内容 其实主管机关立场应该做合法性监督 至于文字的表达是不是妥当 如果不涉及违法的问题 那应该要尊重人民的这样一个意见的表达 就不太适合再进行 好像国问老师说 你这个文字应该怎么表达比较好 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捞过戒啦 因为这很棒 等于侵犯到人民的一种提案自由 我觉得我们政府主管机关 应该是做合法性监督 到底有没有哪个地方违法 有违法不应该做一个瑕疵的补证修正 而不是说呢指导人民怎么做 我过去在地方政府就常常遭到惨碰的经验 中央主管因为不做合法性监督 都在搞国问老师 所以你应该这句话怎么表达 意思也不是一样吗 那每个人见仁见智的问题 这个地方好就都要过戒啦 我觉得我们主管机关呢 应该要谨守这个合法性监督 依法行政的一个分纪 谢谢 我补充说明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呢 就我为什么提出来公投法第十条的规定 第四项的规定 我认同刚才其实那个陈教授的看法 在本案里面我们尊重提案人领行人他的意见 那站在中选会的立场来讲 除非你有第四项的规定的情形 你有审查说有这四项的情形之外呢 你才会有要他这个补证的情形嘛 那从我个人的立场来看 专业的立场来看 我认为这个第四项的情形不存在 我个人认为这第四项的情形不存在 所以也没有所谓的他们要再补证的问题 然后我也认同刚才陈教授讲的 这个领行人他的提案是什么样的内容 我们不应该是去讲说 我觉得你的哪个提案内容不好 请你修正 因为那个不是你可以 这个主管机关或中选会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按照现行法的规定 我觉得只有 只要他掉在第十条的这个 第四项的规定里面 没有那个情形 我觉得他就不可以驳回 以上 谢谢 那么 如果 其他各位领行人或是 学者先进没有在 有要发言的话呢 那我就在这边宣布 本次的听证程序到此 结束 那么依照行战程序法第六十四条 第四项规定 本次的听证记录 指定于 第09年的十一月十号 其实就是下轻其二 就是上午九点到十二点 在中央选议委员会的 越南事工陈述或发问人 提问 为什么是发问人 发问人越南 并签名或盖章 好 好 听证程序终结散会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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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